问田实验舱主要是用于空间生命科学研究 舱内现阶段已经是安装部署了 生命生态实验柜 生物技术实验柜 变重力实验柜 科学手套箱和低温存储柜 四个实验机柜 那这些机柜究竟长什么样子 主要有哪些用途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生命生态实验柜主要用于开展 以生物个体为对象的微重力效应和空间辐射效应研究 以及空间生态生命支持系统基础研究 柜体由通用生物培养模块 微生物检测模块 小型通用生物培养模块 小型离心机实验模块 小型受控生命生态实验模块等组成 现阶段 生命生态实验柜将以多种类型的生物个体为实验样品 开展拟南界 水稻 献虫 斑马鱼 果蝇等动植物的空间生长实验 生物技术实验柜以动物组织 细胞和生化分子等生物样品为对象 开展细胞组织培养 空间蛋白质结晶与分析 蛋白与核酸共起源和空间生物力学等实验 柜体由细胞组织实验模块 细胞组织检测与调控模块 蛋白质结晶分析模块 专用实验模块等组成 生物技术实验柜能够为样品生长提供稳定的营养供给条件 对培养环境实施动态控制 对实验过程实施动态监测 变重力科学实验柜主要支持与重力相关的各个领域的科学实验 包括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 微重力流体与燃烧科学等实验的不同重力效应和响应机制研究 实验柜具具有两个离心机 每个离心机的直径均为900毫米 是目前世界上载轨运行的最大的离心机 可以为科学实验提供0.01G到2G的高精度模拟重力环境 生物技术实验柜和变重力科学实验柜的相关实验任务即将正式展开 科学手套箱与低温储存柜主要分为两部分 科学手套箱能够为空间科学实验提供密闭洁净的操作空间 以及温度 湿度 光照 风速可控的环境系统 其温度控制可精确到0.5摄氏度 湿度精度达4% 其内部还特别配置了灵巧机械臂系统 和能够进行显微细胞操作的微操作系统 显微操作精度可以达到5微米 多类可扩展的标准接口还为将来载轨科学实验的需求更新提供了强大支撑 低温储存柜设计了零下80摄氏度 零下20摄氏度 零上4摄氏度 三种典型低温存储温区 可以满足样品不同低温存储要求 为开展长期空间实验提供保障 有关问天实验舱中的这四个实验机柜 我们也来请教一下两位嘉宾 张宝老师您看我们刚才通过短片也知道了 这四个机柜其实它的大小体积是一模一样的 这样的一种设计是为了更好的能够融入到我们空间站的这样空间中去吗 第一个它现在因为我们整个的舱段 它是一个已经设计好的 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大小尺寸 主要还是根据舱段 就我们整个每个舱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尺寸 我们来设计的 对于我们整个科学实验柜来讲的话 我们在设计的初期 我们就定立了一个咱们整个中国的科学实验柜的一个标准 那么我们所有的实验柜的研制 基于这么一个标准 我们把一些共性的一些技术 我们通过早期的一些提炼 把它变成了很多通用的我们叫实验柜的基础支撑部分 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实验柜 有很多的一部分你看得好像是一样的 通过这些共性的部分 我们大大的节约了资源 然后也减轻了这个科学家研制的一个负担 同时我们有这个通用的部分以外 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各个科学领域 不同的科学实验系统 那这些科学实验系统就是我们科学家大展身手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各个不同的领域 把它作为一个太空的一个实验室 然后可以进行一些单一的一个学科 甚至有很多交叉学科的一个科学研究 在我们这个实验柜里去展开 这是一个非常集约的装置 甚至别看它只有小小的可能几立方厘米 但它可能相当于一个几十平米的实验室 叶老师您在太空中用到过这些所有的实验柜 应该没有 因为天核核心舱里面没有配备这四种所有的实验柜 但是也是应该用到其中一些 对的 实际上对我们执行神舟13号任务期间 对我们需要用到的一些实验机柜 还有设备平台相关设施 其实我们在地面都进行了一些相关的培训 我们在轨实际上很多的机柜和实验的产品 基本上已经操作过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过了 我们通过天地互动的形式进行相互的一个支持 已经操作过了很多实验项目 但是现在从问天又上了很多新的机柜 这个我们会在下部进一步的进行一个深入的培训和提高 所以对于您来说也是一个不断持续学习的过程 必须得好好学习新的东西 是的 张伍老师您看我们说问天实验舱 它其实更偏重于像生命生物这样一些实验的操作 我们是怎么去选择 我们将会在问天上进行的一些动植物的实验 选择哪些动物植物比较适合 就是我们主要还是说从几个方面 一方面我们会选择一些 就是我们叫模式生物 就是比如说像果蝇 包括我们这次天上要做实验的里兰界 就是模式生物 这些生物第一它比较简单 第二比较容易生存 然后整个它的生长周期也比较短 更遍远的在天上进行它一个相当于一个全寿命周期的研究 这是一方面 第二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所选的所有的科学的这些样本 就是生物学的样本都是要有一些就是在太空里面有一些能够了解的一些新的一些生长的一些发育的一些过程 然后通过这些过程的研究我们能够了解一些生命科学基础的一些问题 然后能帮助我们去探索更深层式的一些生物学的一些问题 刚才我们也说到神舟13号任务的时候并没有配备这么全的这个实验柜 但是并不影响咱们的科学研究 比如说我们经常报道神舟13号任务期间对于细胞的研究 其实还是取得了很多的成果 但是我们当时确实是没有这个生物技术实验柜的 那您是在哪做的这些细胞的研究 当时我们主要是在核心舱利用人系统研究机柜里面的医学制备装置 还有医学样本的显微观察记录装置 并配合我们医学实验笔记本和相关软件进行这个细胞实验的 实际上我们就是把细胞模块放到了医学样本制备装置 利用它适当的温度空气成分进行培养 然后把细胞培养到一定阶段之后 我们把这个模块拿出来 放到显微观察记录装置里面 再进行一个观察 然后再把观察到的一些数据图像 然后利用我们的避记本对它进行采集 然后储存它的图像视频 再把这些数据图像视频整合打包 再传到我们地面的科学家的手中 进行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研究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做了很多的实验了 我其实可以理解我们空间站所有的研究 其实基本上都要依托某一种实验柜 但是有时候可以互相利用 充分地利用这些实验柜 能够发挥出来的功能 对